迷你世界中的仙人掌 他非常的诡异 在他的头顶长着一朵粉色的小花 他的四周布满了尖刺 并且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仙人掌 他还会吞噬掉我们人的食物 众所周知 仙人掌生活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他生活在沙漠的最深处 这里经常有沙尘暴 如果你曾经也来过沙漠中冒险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只要我们人类靠近仙人掌 我们就会持续性掉血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的血量现在只剩下了90滴 并且官方大大说 血根本止不住 并且询问医生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食用食物 我们的血量就会恢复上来 小伙伴们你们看 现在是100滴血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仙人掌他非常的奇怪 他会直接吞噬掉我们人类的食物 我们把食物丢给他 食物他就会消失 在评论区中空出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仙人掌 他要吃掉我们人类的食物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在迷你世界中的其他植物 比如说大树 我们发现把食物丢给大树 大树他是不会吞噬掉 我们人类的食物的 所以说这就可以证明 其实迷你世界中的仙人掌 他非常的可怕 他会吞噬掉我们人类的食物 你们知道了吗 有免费 然后在许多